为国铸鸡 他们以重工之力 托起民族复兴的梦想 生产得了多少个地 是425个地 为民争气 他们用赤诚之心 点燃强国复民的雄心 托起了我们中国产业们 中国人民就满快了自信 他们是大国重器背后 默默奉献的奠基者 是撑起国家工业实力的顶梁柱 重工业就是我们工业的天花板 对话 产业梦想重工之重 正在播出 请继续收看 欢迎收看对话 对话由用数字化让家庄家居 快乐简单的居然之家 独家冠名播出 由出口全球五大洲的 中国高端酒庄酒 张玉摩塞尔特别呈现 由中国国家攀岩队 乳品营养保障 三元极致A2牛奶赞助播出 各位好 这里是对话 欢迎各位的收看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聚焦 这样的一个产业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工业门类当中 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个重要的基础 它们自己不建设水电站 不建设核电站 可是很多的水电设备和核电装备 都离不开它们 它们自己不造汽车 但是却掌握着汽车制造的重要核心 说到底呢 这样的一个产业 它不仅影响着中国工业的基础 甚至还决定着 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高度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产业 它的身上 承载了我们怎样的产业梦想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这位嘉宾将和我们共同分享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对话嘉宾 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明忠先生 欢迎刘董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产业 对您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一众在这个领域当中 已经深耕了半个多世纪了 所以要请您在节目一开始 就给大家来揭晓这个谜底 好不好 中工业是其他产业的构筑基础 是生产母级的产业 中工业的发展规模 技术水平代表国家的实力 中工业的好坏 是我们工业的天花板 刘董刚才的这段话当中 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中工业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个产业 那为什么中工业如此的重要 它在我们的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 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中工业是制造工厂的工厂 我们不是这个电力企业 不能发电 但是它生产水电 核电 风电装备 特别我们水电装备 生产的上关下环 是水龙机的主要的装备 它通过水龙机的带动发电机进行发电 我们不能制造汽车 但是我们汽车的挤压机 对汽车的覆盖件全部是能生产出来 我们也不是钢铁企业 但是钢铁的冷渣 热渣的装备 我们75%都是中工业生产的 大到我们可以渣航母的航母板 小到我们可以生产原主笔形的材料 所以在他们的整个工业生产流程当中 有一个重要的组成 就是咱们的重工业 重工业就是我们工业的天化板 没有它 这个工业 你发展的水平 就有了限制 其实在我们新中国成立之际 重工业的梦想就已经在我们的心中 开始了生根 我想那个时候 重工业的发展 其实包含着一个 富国强民的一个追求 在不久之前 我们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 信物百年红色财经的系列节目当中 大家就见证了一件又一件 这样的财经信物 它们代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在重工这个领域当中的追求和奉献 你像我们看到的 第一台的水轮发电机组 第一条的重轨 第一台的蒸汽机车等等 其实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 我们刘董也是其中的一员 您还记得当时自己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信物吗 我给大家带的信物是 我们中国一众的 一万两千五百冬的水压机 这个水压机 就是实现中国工业的梦想 它是打破了国外对我们装备制造 以及大型猪端件材料的垄断 是我们自力更生 风发突强 自强自离的结果 所以说呢 这个信物的身上 本身也承载了我们中国人 对于重工业的百年梦想 那我们一块来看看 在当时的节目当中 刘董对于他的介绍 这是我们一众千山 富拉尔基重心机械厂 生产的一万两千五百冬水压机 我们只能把它的集结总图 带到现场 水压机就像一个巨大的揉面机 数百冬的不同材质的钢钉到它手部 就像小面团一样 比如成需要的形状 没有它 飞机 飞机 龙船 核电站等需要的大核特部件 都生产不出来 可以不夸张地说 水压机就是现代工业制造的母机 刚才您的这番讲述 充满了自豪感 满满的激情 我很想知道这份自豪感来自于哪里 这个自豪感来自于 我们壮大了民族的装备工业 这个一万两千五百冬的锻造水压机 打破了我们不能生产 成桃装备的这个局面 可以代表国家 整整参与全球的竞争 实现了我们工业体系的完整化 可以说是中国工业体系 从零到一的一个突破 一个新的开始 对今天的人来说 我们也许很难想象 在半个多世纪之前 我们要用自己的实力 自力更生 造出这样的一个水压机 到底有多难 当时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 究竟是什么 首先是设计上的困难 因为当时呢 虽然我们有派到前苏联去留学的 学生和技师 也见到过相关的照片 但是资料是不完整的 那么要把这些不完整的资料 穿起来 能够变成一个 刚才见到的这个图纸 是花了很大的功夫的 当时的计算工具很简陋 都是计算尺 是 爬出板就画图 我们刘总统长也讲了 画出了上千张的图纸 这些图纸 如果铺满我们现在的这个演播厅 我估计可能都 铺不下的 铺不下 铺不下 那么多张图纸 对 可以想见当时有多少的挑灯夜战 有多少的废景 那正是一个叫火红的年代 和激情的岁月 第二个难度就是 这个零件的制造 因为这个亚织卡是一个工业母鸡 对 那么没有母鸡去造母鸡 这难度是很大的 对 尤其是看看它的结构 是一种三梁四柱的结构 那么这种大型的柱钻件 当时是没有能力制造的 那么只有采取这种 立柱焊接 衡量把河这种形式 但今儿做出来了 又没有相应的热处理炉 来进行改性处理 那么怎么办 就突发上马 建起了炉子 烧煤 来把它进行处理 其实中国的工业 真的从当时起步 很多的产业面临的困境 是一样的 我们的一穷二白 我们的自力更生 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赋予每一个产业发展的使命 那作为重工业来讲 您刚才说了 这是建造工厂的工厂 一定会比其他的产业 和行业发展来说 有更多的一些困难 一穷二白 怎么理解 今天我这个岁数的人 可能知道 我们管火柴 叫洋火 管煤油叫洋油 铁钉叫洋钉 可见这些东西 等等等等 全是我们自己不能生产的 这只是初级的日用品 和最初级的工业品 我们都不能生产 更不要说 生产这些初级品的装备 所以可以想象 装备制造业 实现从无到有 是难上加难 在没有体系 没有技术 没有经验 没有外援的 等等的这些 外部的压力条件之下 我们担负起了 我们中国重工业发展 第一批 注梦人的角色 这份执着向前里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什么样的信念 就是我觉得这是 坚持以一为众 永争第一 为中国争气 为中华民族争气 为中国人民争气 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把可能变成现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工业基础极端落后 不仅工业产品产量低 而且工业部门残缺不全 只有采矿业 纺织业和简单的加工业 许多工业产品不能自己生产 完全依赖进口 在这一背景下 建立起的中国第一座重型机器厂 承载着中国人 追求民族工业资历的雄心 寻求民族自强的梦想 1954年 国家在建国初期极为困难的情况下 做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 投资4亿多元人民币 建设重型机器厂的战略决策 立即得到全国四面八方 亲近全力的支持 一大批来自华东 华北 中南 东北地区的精英人才 技术骨干和地线级干部迅速集结 为了早日建成中国自己的重工产业 实现工业自立自强这个共同的梦想 他们义无反顾地 奔王祖国最北端的北大荒平原 来到了富拉尔基 当时来的不仅有我们国内的高尖的技术人员 清华等等这些学家 而且国外的是美国来的 苏联来的 前两天我们举行 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的大会上 我们20年代到30年代的人 这两个发言的人 这个老党员都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一叹气这个就是非常兴奋 为这个建厂 为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闭老公 他们觉得自豪 其实当时的一众 也承载了我们中国重工业发展的梦想 我记得您在百年信物的这个节目当中 讲到过一个细节 说国家领导人提到 我们当时是勒紧裤腰带 要投资四个亿 如果按当时中国四亿人来讲 平均一人比一块钱 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投资 对于这样的一个回报 可能并不是那么快的产业来讲 为什么中国要做这样的一件事 实际上在1949年 七七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了 没有工业 你就不能实现现代化 就没有国家的强大 主席去苏联访问的时候 专门看了弗拉尔中机场 提出来要在中国要建弗拉尔中机场 就坚定了要与居国直立 把我们的工业基础要打好 中共业是国家在全球竞争的平衡界 我是体会到这个了 没有它 国外进设备我们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进设备 石化设备三十多万一档 二十多万到三十万 冶金装备也是这么贵 但是我们有了一万两千五的水压机以后 解决这些问题以后 就把这个局面打破了 真正体现了核心技术 是要不来买不来逃不来的 必须靠自己 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中共也必须走在前面 我们几代人走过来 就是自力更生 自力自强之路 这是一份独特的精神力量 对 万吨水压机正式面试的那一刻 所有的喜悦 所有的激动 所有的沸腾 都被我们的历史画面记录下来了 1964年四季度 一万两千五百吨水压机正式投产 重达两百多吨的钢钉 从加热炉中运过来 水压机横梁迅速落下 巨红的大钢钉 像面团一样被揉来搓去 金花四溅 很快变成了一根长长的大轴 一万两千五百吨水压机的试车成功 标志着中国一众具备了生产大型断剑的能力 成为中国重型装备制造业的里程碑 当他面试的那一刻 他为我们中国的重工业的发展 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 一个是物质财富 一个是精神财富 物质财富 就是我们取得了多个第一 这就是解决了关键核心技术 为其他产业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我们在60年生产了1150的刺扎剑 结束了眼镜不能生产 扎剑的这种局面 我们生产了三万冬的末端鸡 这三万冬的末端鸡70年生产的 到现在在西南里完毫无送 还在使用 这就是结束了我国工业体系不完整的这种局面 精神财富 我们创造出来 我们精神自力更生 健库奋斗 自力自强 一种五七年五八年就开始建设 六零年我们就出了一万两千五百冬的水压机 一万一五零的刺扎机 这是没想到的 六九年就研制成功 核潜艇的压力容器 我觉得这个精神 是我们长期坚持的精神 就像总书记现在勉励要求我们 必须自主创新 自力自厂 科技作为我们的核心战略抓下去 我觉得一万两千五百度的水压机 就代表了这一个精神 万吨水压机 它的诞生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重工业的梦想 从此就可以正式启航了 正是这样 它是重工业的压仓石 拖起了我们中国产业们 中国人民就满怀了自信 为国筑基 他们以重工之力 拖起民族复兴的梦想 生产得了多少个地 是四百二十五个地 为民争气 他们用赤诚之心 点燃强国复民的雄心 拖起了我们中国产业们 中国人民就满怀了自信 他们是大国重器背后 默默奉献的奠基者 是称起国家工业实力的顶梁重 重工业就是我们工业的天花板 对话 产业梦想重工之重 正在播出 请继续收看 其实我知道您到医众来担任领导 也是最近这几年的事 之前从事的跟医众的产业 不是那么的相关 我特别想打探一下 您刚刚到医众的时候 对这家企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对中国医众是了解甚少 我觉得就是几十个亿的企业 为什么还要它保充呢 因为您当年在的新兴计划 那可是千亿级的企业是吧 两千三百个亿 对 从千亿级的企业看百亿级的企业 可能是有那么一点不适应 对吧 我想这企业可一减兵充足了 但是我去了中国一众 对我的思想震动非常大 我去进行了三天的调查研究 特别我们一些技术人员 座谈会上跟我讲 我们一众生产得了多少个第一 是四百二十五个第一 这对我触动非常好 这个第一就是替代进口的 解决卡脖子的 这些第一的产品水生产出来的 是我们一万两千五百多水压机 和一万五的水压机生产出来的 没有这个设备 我们这个第一就是恐慌 恐慌 我们拍摄了一张厂区的一个照片 我们可以请您带着我们去走一走 好不好 这个厂房就是我们这个五八年建成的 我们的一份厂 实际上生鲜大型这个装备的 我们国家的冶金装备 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出自于这个厂 您刚刚去医众那三天的时间 哪一个画面让你最为震撼 在我们筑端杆一万五的水压机的现场 制造为冶金提供的支撑果 这个支撑果已经提供了多少 五米五炸船板 对我震动非常大 原先的支撑果是给韩国日本进口 进口汗它不给你保时间 价格是超高 它说了算 价格它说了算 时间也是它说了算 我们扎板子就受制于它 这个到现场 我来我们这个工人交流 交流以后 我深深理解了一中提出来的 一一伪众有众真一一的 这个精神的行业 什么是一什么是重 怎么讲呢 这两台装备我们打破了从零到一 代表一 就是刚才我介绍的生产了四百多个第一的产品 对 这个支第一的产品 就是解决了 卡脖子的问题 解决了提代进口的问题 为我们水电 火电 这个汽车也经船舶 大飞机等等 中央工程 中央建设 中大装备 中大项目 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当我们自己有了绝活之后 你想要卡住我的脖子 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了 对 没有它 我们这些就要进口 特别像我们在核电上的低压砖子 这个低压砖子 全球只有一个外国企业能生产 提供给我们这一个转子 这个金加工完了不到二百多 还是八千万到一个月 现在我们通过以后 只有两千多万 这个是不是中国重工业领域当中 目前水平最高的一个机器了 一万五千吨水压机 制造的这些大型断键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核电断键 一个转子位置 实际上它的直径接近三米 长度超过了十一米 而且这断键本身重量是三四百吨 这么一个旁人大物 要求内部的质量不能有大于1.2毫米 也就是小米粒大小的缺陷存在 精细度要求非常高 非常高 无论是它的规格 还是它的形状 还是内在质量 都代表着当今热加工的最高水平 那么还有核电的核导这些断键 像我们所制造的压力容器 它是核电站中唯一不可更换的设备 这里面的一些接管段 下部同体这些断键 都是我们用一万五千吨水压机制造出来的 核电断键或者反对压力容器 在不能我们自己生产的时候 我们进口的时候 我们要接受很多苛刻的条件 甚至还有好多涉及到安全的一些条件 用别人的压力容器 用它的主断键 那么我们核发料的去向 它可以进行了解 所以我们的安全掌握在别人手里 这是我们不能承受的 过去中国积贫积弱 实际上就是没有这些工业来保证我们安全 我们现在的这个一万五千吨自由锻造水压机 在国际上的水平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之上 我们这个装备在国际上 在我们研制的初期 是处于一种领先 代表着我们的最高水平 而且正因为我们这台压机做出来了 获得了国家的科技进步一登奖 那么后续才有中国二重 上重 中信重机 太重 包括像苏南重工 伊莱特重工 还有同域重工的这些企业 纷纷上马了 这个万吨的水压机 在1960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造出了一万两千五百吨的水压机 经过了几十年之后 我们现在也就是一个一万五千吨 会不会让人觉得 这个进步的幅度不是那么大 因为我们仅仅从数字的感觉来讲 虽然这个重量上 发生了不大的变化 但是产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从一万两千五 不能生产大型核岛设备 在一万五千吨实现了大型的核岛断建 为我们特大材料上的更新 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一万两千五百吨是解决了有无的问题 是一种补链的过程 我们这一万五千吨水压机 是解决不受制于人 是一种固链的过程 国外对我们核断建的封锁 是采用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上个世纪的产品不出口 这叫卡脖子 再一个就是本世纪初的技术不转让 这就是受制于人 突破国外封锁 让各工业门类不再受制于人 重工业的发展是关键前提 进入本世纪以后 我国工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对工业装备的需求大幅上涨的同时 工业设备大型化也成为趋势 核电就是当时最为典型的一个产业 一边是中国核电发展进入井喷阶段 另一边却是我们并不具备 最先进的三代核电 所要求的技术水平和装备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 国家提出了用市场换技术的风筝 但在谈判的过程中 外方只同意转让核电的设计 和设备制造技术 却无论如何 也不同意转让核电压力容器 等断件的制造技术 无难之下 国内的三大核电巨头 只好纷纷拿出全额的天价破款 到日本企业去排队预购断件 也就是把购货款先给对方 什么时候拿到断件 只能听对方安排 这种严重受制于人的情况 深深刺痛着中国重工业人的心 要尽快突破特大断件的制造技术 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核电断件 成为他们最大的心愿 而这一切的关键 就在于制造大型断件的重型装备 15000吨水压机的研制刻不容缓 来自一重 二重 上重 等国内重工领头洋企业的顶尖技术人员 迅速组成了联合研发团队 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 中国重工人终于造出了15000吨水压机 攻克了大型断件的相关技术 完全自主造出了我们自己的核电断件 消息一出 核电的核岛断件国际售价 迅速从最初进口时的 二三十万元一吨 降到了十几万元一吨 常规岛转子断件 更是从当初的八千万元报价 直接降到了两千万元 这个经济涨是很高的 再加上我们的一些石化装备 那么累积起来 已经为国家节省建设投资 已经是上千亿元 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这十年我们算了一下 就这十年之间 我们节省了两千个多个亿 这十年就两千多个亿 但是我们对外 我们没有这么公布 我们老公布一千多个亿 实际上比之前多算下来 一万五千吨的自由锻造的水牙机 这样的一个中国重工业发展的新高度 究竟对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 或者是产业发展来说 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是解决了 从耕跑到并跑到丁跑的问题 解决了我们国家的产业安全问题 有些东西我们现在是正式在 一万两千五百吨的 我们中国的第一台的水牙机 它的诞生托起了中国的重工之梦 而在随后这几十年的时间当中 重工力量锻造的国之重器 遍及了中华大地 甚至世界各地 它不仅满足了我们这个国家 对高端装备制造的这种需要 而且也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带着这些经验 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一众又为中国的重工业 奉献了什么样的精彩之作 我们又带来一个 这个三千零二十五冬的加氢反应器 这个是做什么 这是我们把原油 变味 柴油 汽油 轻油 以及化工产品 就是在这个反应器里头完成 它特大 重 重三千零二十五冬 大 我们六十八米 直径六米八 它的效率是什么 原先四百的压力器的时候 一百万动的生产能力 石油生产能力 现在这个加氢反应器 组合了就是四千万动的生产能力 提高了四十倍 是世界上是领跑的 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千四百动 在日本 印度 中国已经达到了三千零二十五冬 哇 这个一千四百吨左右 和三零二五吨 这之间的差距到底是什么 在这个容器没有这么大 承受不了这么高的温度 和这么大的压力情况下 原油品质要求是很高的 是很挑剔的 对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可以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就是形容的比于四百吨 我们是吃细量的 三千吨 我们可以细量粗量 同时来 但是我们生产的品质是一样 重工业决定着 其他工业发展的天花板 因此 重工业每一次的实力提升 都将带动其他工业制造水平的新突破 作为石油炼制工业的关键设备 加氢反应器在石油炼化 油品提升的过程中 处于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 相当于汽车中的发动机 而反应装备 尽可能做高 做大 提高一次转化量 是提升石油炼化效率的关键 可以说 断焊超高超大 加氢反应器的极限制造水平 直接决定了石油炼化产业的规模 能力和产量 更是代表了一国重型装备制造的核心能力 这一台容器 这个3000吨能代替好几台容器 它处理能力更强了 这样的话给这个千吨级电油和化光企业 它这个规模效益 这个投资最大化等等 带来一系列的好处 所以说这个产品 我们从400吨能做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做到了现在世界顶尖的最顶端的 这个3000多吨的容器 无论是对材料 还是400毫米厚的那么一个焊接 对 起重大的装配 起调运输 都提出了很多挑战 所以说中和技术和能力 现在我们达到了顶尖 也帮着我们中国工业 解锁了很多新领域当中的技术难题 通过这一系列的建设 从我们的野链 注定 铸造 锻造 加工热处理 到无存检测 焊接等等 其实实现了我们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有了这个完整产业链 我们一众的杰金钢平台 可以自备出优质的批料 我们研制了15000吨这个水压机 我们把它叫做我们中级行业的 定海深针和点凉柱 使用了它在配以我们所开发的 一系列的绿色制造技术 我们现在可以制造出能源 冶金和国防等装备 所需要的各类形成兼备的核心断建 可以说跟过去相比 我们的中国制造的能力 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因此就越有机会来决定 我们工业发展的基础 来决定我们中国工业发展的天花板 从制造变成了创造 整整维护了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 产业安全 经济安全和科技安全 这是代表国家在国际上的 这个领先者水平 在世界上是领导者水平 对中国的经济 现在的新发展阶段 高质量发展 我觉得发挥很好的作用 我们现在提出来 为第一个百年 我们要做出我们的贡献 必须是在经济 社会发展上做出贡献 成为世界上的领先者 领跑者 我们中国业就为我们经济 再上新它这些 在奠定很好的技术 为国筑基 他们以重工之力 托起民族复兴的梦想 生产得了多少个地 是425个地 为民争气 他们用赤诚之心 点燃强国复民的雄心 托起了我们中国产业们 中国人民就满怀了私信 他们是大国重器背后 默默奉献的奠基者 是撑起国家工业实力的 顶梁柱 重工业 就是我们工业的称号 对话 产业梦想 重工之重 正在播出 请继续收看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 对话由用数字化 让家装家居 快乐简单的 居然之家 独家冠名播出 当2020年 我们面前的 3025吨的石化装备 面试 就让以一为重 永征先锋的 这样的一种精神 再度被燃起 带着这种精神再出发 我们今天的一中 又瞄准了 什么样的新目标 这个我们瞄准的目标 就是把中国一种 建设成为 具有世界竞争力的 遗留的产业集团 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 我们全球最大的 铸端建生产基地 就是以后要锻造 世界上的难题 为我们中国 提供更好的材料 给下一步的产品 提供更好的品质 要为中国争气 为中华民族争气 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争气 这一全球最大 铸端建制造基地背后 是中国重工人 推动中国制造 越制国际先进行列的 新梦想 作为其他行业的基础工序 各类铸端建技术能力 和质量的提升 是其他制造领域能力 和水平提升的先决条件 将为其他行业 能够独立自主发展 提供坚实基础 更是国家解决 卡脖子问题的关键 已经建成的这个 全球最大铸端建基地 围绕柱段建这一核心 进行突破 具备了从冶链 柱建 锻造 热处理 到性能检验的完整产业链 并且完全实现 自主可控 自给自足 能够制造各类 重大技术装备 所需的核心零部件 使中国有能力 在核心零部件的设计 材料 工艺等方面 全面升级 处理中国制造 再上新台阶 我们这个基地 可以生产 50万吨的钢水 然后可以生产 6万吨的柱建 和24万吨的断建 这在全球来说 都是一个最大的 生产基地 那么光起现大不行 海底起现它都强 那么我们有 数项第一 我们做出了 这个代表着 日加工最高水平的 核电常规岛 地压转子 包括我们现在的 核电断建 无论是我们的 波河一号 还是华龙一号 那么它这里的断建 都达到了 世界的领先水平 下一步我们还想 进一步向大飞机 航空航天 包括我们的大深潜 来进军 要解决大型断建 一体化成型 和轻量化制造 实现我们一种 强烈的目标 当我们拥有了 越来越好的 制造力量的时候 我想我们中国经济的腾飞 也许从这当中 可以找寻到更多的希望 我不知道刘总 对这方面 您自己有什么样的 一些设想和期待吗 我们的期望就是 要继续锻造 中国制造业的第一重点 打造世界一流的 产业集团 为国筑基 他们以重工之力 托起民族复兴的梦想 生产得了多少个地 是425个地 为民争气 他们用赤诚之心 点燃强国负民的雄心 脱弃了 我们中国产业们 中国人民 就满怀了 私信 他们是大国重器背后 默默奉献的奠基者 是称起国家工业实力的 顶梁柱 重工业 就是我们工业的天好 对话 产业梦想 重工之重 正在播出 请继续收看 十四五规划 中央和国务院的建议和决定 都提得非常清楚 我们要真正 要在国际创新上 作为战略来发展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要打造大型铸端舰的 国家研发中心 在世界上 实现重工业 这个民族梦 发展壮大 民族的重工业和装备工业 真正代表国家去参与全球战争 为我们第二个百年的奉斗目标 做出一中的应由的风险 在我们这个地方是能实现的 这样新的梦想 就在我们身后的 这个有着世界之最规模的产业基地 正在酝酿当中 这是一片值得我们敬重的土地 从1954年开始 中国的重工业之梦 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地名 叫富兰尔基 我查了一下 在达沃尔语当中 它的意思是红色的江岸 而我们中国的重工业之梦 就在这片有着红色寓意的土壤上 开始了自己的生长 几十年的岁月里 一代又一代的重工人 为了中国的重工产业之梦 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贡献了自己的全部 而今天在这片世界级的 生产基地当中 我们的重工人 又代表中国的工业 站在了世界的跑道上 开始了争第一的 又一轮新的出发 我们期待着工业精神的传承 让这样的出发更有力 让我们的前行更有目标 更有希望